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人们未了结束,经常会吃一点冷饮,吃空调,有时候出汗也不会换衣服,最后导致食气积攒在体内,而如果人体内湿气过重的话,会变得没有湿域, 感觉身体沉重,大便连腻,也会让自己变胖,尤其是肚子,很多湿气重的人,肚子也会鼓鼓的,这是由于湿气排不出去,湿气重的症状有哪些,一,总觉得身体沉重,浑身不清爽,腿像灌了牵,二,满面油光,毛孔粗大,三,舌苔很厚,四,大便连腻,马桶总冲不干净,五,体型肥胖,大腹便便, 以上这些信号都与湿血的特点有关,湿性重酌,所以感受湿血后,会觉得全身非常沉重,好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一样,不清爽,又因湿性趋下,容易侵犯人体下部,故双腿沉重尤为明显,湿性粘质,停滞于大肠,则大便总是很绵密,湿血,可以说是现代人健康的最大敌人之一, 十个人里有八九个人身体内都有湿血潜伏,生活中很多人患上了脂肪肝,哮喘,高血压,心脑血管等疾病,甚至恶性肿瘤,其实这些病都跟湿血有关,古话说,千寒一除,一湿难去,湿性粘着,如油露面,下面让我们来合力驱尸吧, 老中医教你三招,健脾驱尸排毒,一,赤豆膜与一人粉,简单易行,将有健脾驱尸作用的食材,按一定比例之驱尸糊,每天喝,简单又有效,是一种很好的驱尸方法,赤豆,入心经,小肠经,肾经,膀胱经,具有除热毒,散恶血,通乳,肖胀满,力小便的功效,一人,腥胃肝胆微寒,有沥水消肿, 健脾驱尸,舒筋除臂,清热排猛等功效,微常用的沥水肾湿药,膜育,性温,可解毒消肿,宽肠通便,还具有补钙,平衡盐分,结胃,正肠,排毒等作用, 肤灵,性味肝淡瓶,入心,肺,脾经,具有肾湿力水,健脾和胃,宁心安神的功效,赤豆膜与一人将以上四种材料再搭配山油,糯米,冰糖等温性食材,避免祖方过于含凉伤胃,尤其是核躯湿热,对女性下胶湿热引起的白带增多,有意味有一定作用, 赤豆膜与一人粉,不仅营养丰富均衡,冲泡也简单,每天饭后用热水冲调饮用饮用即可,有效趋势消肿,润肠通便,长期坚持还有减肥的功效 二、承山穴,打开全身湿气窗口 皇帝内经认为,膀胱颈主人体,一身直阳气,承山穴位于足太阳膀胱颈上,既是承受全身压力的所在,又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经脉的枢纽 四肌承山穴能通过振奋膀胱经的阳气,排出人体的湿气,因此承山穴又是驱除人体湿气的最好穴位,以此打开全身湿气窗口,取穴方法 位于小腿后面正中,伟中学与昆仑学之间,当伸直小腿或足根上体时,肥肠积极腹下,出现肩脚凹陷处,湿气重的人按承山穴,酸胀痛感会非常明显,因湿重而肠感困倦时,承山一按就能醒神了,按柔承山脊,分钟,会感觉身上微微发热,这表示膀胱经上的阳气被激发,正在排出湿气 三,健脾趋势最佳方法,中药内调趋势,首先就需要调节脾胃,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一米,红豆,芙苓都是趋势很好的药材,有些中药熬是成汤,也是可以起到效果,但是起效较慢,效果不强,并且熬制比较繁琐,那有没有熬制好的中药,并且还不苦,很好喝,有高滋,何为高滋? 高滋属于中国传统中医古方制纪八大技型中的流传最悠久的一种,因高方具有养生、助盐、滋补、抗衰的作用,因此又称高滋,高滋历史悠久,一度作为帝王后宫养生助盐上品,愁厚的高滋,效果强劲,要性较缓和,要力持久,特别好吸收,通过调整人体的气血阴阳,达到浮正曲斜, 具有滋补强身,抗衰延年,治病纠偏等多种作用,目前唯一一个在国家食药监局备案的健脾趋势高自消,之,清兴性施,是从1895年清代光绪年间,传承至今的百年老字号,此方甄选上等食材,一野人,铅食,茯苓, 白扁豆,货香,鸡内筋,白河,隔根,菊具,磨玉本,干草,杀人,肉桂等,严格遵循口口相传的七道工序,浸泡间煮沉淀浓缩化高过滤收高,纹理细致顺滑,气味甜醇,男女老少皆宜,此方甄选的都是药食两用的食材,属于食品,非药品,所以没有副作用,有健脾趋势,滋养身体,消肿排毒, 美容养颜的功效,高方食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高方调节全身,健脾趋势后,不会再反弹,经过历来的验证,趋势的有效率和成功率,在96%以上,此方无论是自己趋势使用,还是送家人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,在目前国内最大的购物平台也是可以找到的, 无论购买还是使用,都是十分方便的,湿气患者日常饮食注意事项有哪些,一,遵守不偏食,挑食,这样才可以调理好肠胃系统,进而造成体内的水分代谢恢复正常, 二,多吃清淡的食物和少吃油腻食物,这是因为油腻食物会在春肠胃消化出现问题,甚至出现消化不良,发炎等等的问题,而油炸食品会导致体内分泌出过多的固氧化物,不利于肠胃健康,同时,要少吃生冷食物,如西瓜,沙拉,白菜等等。 三,避免吸烟喝酒,吸烟喝酒不仅会增加内脏负担,而且会降低人体抵抗力,无法为人体建立安全屏障,容易受到湿气的侵袭。 三,避免吸烟喝酒不仅会增加内脏负担,愿重量温疑,有一个瓶ynth